你好,我是老胡 欢迎你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这又是一期老胡答问的节目 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这个观众的问题 老胡你好 我有点啰嗦 我还是再问一个版权问题 我突然之前想到那肖像权是有版权的 那名人名言 比如说某个人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名人名言 比如说爱因斯坦 或者是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人已经挂了 甚至他们的后代都找不到了 那种名人名言能用在能商用吗 也有没有这种这方面的版权的东西 谢谢老胡 好的 谢谢这个观众的问题 这是一老的观众 从声音大家能听出来 他问过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喜欢他今天这个问题 因为他能够提问关于版权 提到名人名言这样一个程度上 说明他对这个版权呢 具有很强的意识 认识已经很深刻了 好 我就试图了解答这个问题 首先 任何人创造的任何东西啊 都是有版权的 版权是天生的 他不需要到版权局去注册 才有版权啊 不像专利权 不像商标权 那两个东西是跟商业活动 有紧密关系的 版权是你创造了它 你就有它天生的版权 就是这个东西 有形的可见的啊 它就有天生的版权 那么反过头来讲 如果只是一个创意 那是不受版权保护的 好 那么这个话是别人说的 记载在一个文稿里头 在一个小说里面 或者是写在一个餐巾纸上面 或者是被录音 或者是录像下来了 所有这些都是这个人 创造了这样一个东西的证据 如果能证明 这个人说过了这么一句话 那么他就对这句话拥有版权 所以名人名言是有版权的 但是大家又知道 版权是有实现的 在英美是这个作者活着的时间 加上他死了70年之内 他都拥有这个版权 70年之后就进入公共领域 好 这一点首先明确 名人名言可能是有版权的 如果他这个实现没有过期的话 但是像莎士比亚说的 这个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个问题 莎士比亚死了 超过了70年 所以这句话已经没有版权了 你爱怎么用 怎么用 可以把它做成商品往外卖 都没有问题 好 虽然名人名言可能有版权 但是你不把它用作一个巨大的商业应用 一般这个版权人 他是不会出来进行主张的 那么这个商业应用这里头又有讲究 比如说我做一个网站 收集全部是名人名言 我做一期视频里面是名人名言 那么老胡你刚才不是讲 这些都有可能 有些还活着的人 他现在是显然拥有这些话的版权 那为什么这样的网站和这样的视频 都打开了谷歌的广告赚钱 这不是商用吗 为什么他们没有问题呢 答案是这种操作方式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合法 但是一般情况下 这些人不会来进行一个版权的主张 为什么呢 因为有好多的话 他本身就不是这个人的原创 他可能就是基于别人的另外一句话 稍加修改 或者有很多时候完全是一个误传 他根本就不是这个人说的 所以在具体到某一句名人名言 那个人是否拥有对这句话的版权 可能还不是非常清晰的定义 那么他就不会站出来维权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人把这个名人名言 用在视频里面 用在商业网站里面 甚至还在非常非常大型的 这种商业的推广会上面 使用某一些这个名人名言 还有人把它印在马克杯上 T恤3上面 而你很少听到这方面的法律纠纷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很多名人名言 他的出处不详 那个人他不敢讲这句话 就一定是他最早一个讲的 而且单一的名人名言 很难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 所以他出来进行主张 也没有太多的意思 比如说老胡的名言 从开始开始 哪有十九茶 全是屎尿屁 如果你去卖这样的文化山 下面讲西雅图老胡 我看到了也挺高兴 你帮我宣传理念 扩大我的名气 但是话说回来 哪一天我发现 有人做老胡的名人名言的 那个马克杯T恤3 不得了T恤3卖出去一百万件 那个马克杯卖出去五十万个 那么老胡做何感想 我一定会找我的律师谈一谈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来路明确的名人名言 或者是短剧 如果后面没有巨大的商业利益 大家一般都无所谓 你哪去做个视频 赚个三毛五分钱 没人来找你 但是如果关乎巨大的商业利益 或者是企业的名声 那就不一样了 举个例子 耐克的这个slogan 你不要以为使用它那个勾勾 才算圈翻它的商标 你这个just do it 你都不能使用这个短剧 你想把它这个just do it 印在你的衣服上 印在你的袖子上 印在鞋子上 裤子上 或者是其他的物件上面 然后你哪来卖 这都不行 因为这句话 这个短剧是受保护的 你不能用它来 从事商业的牟利 当然我这样子说 是没有关系的 just do it just do it 但是我不能把它 做在商品上面 just do it 这个短剧 就被耐克所拥有 好 最后总结一下 名人名言 或者是短剧 是有可能有版权的 但是在我们自媒体 这样一个领域里面 你只要署名 几乎可以把它当作 是一个合理使用 不用太过的在意 但不要把它 做成商品来出售 这就是使用 名人名言的 基本指导原则 好 希望我回答清楚了 今天这个问题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